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系列讲座 如何培养孩子对计算机科学的兴趣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Kevin 那上一期讲座呢 我们讨论了孩子为什么可以把计算机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来培养 以及介绍了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孩子有哪些选择 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的看一看 到了高中如何规划和安排计算机方向的学习 那其实到了高中之后啊 有了之前的基础选择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从四个方向来讨论 那第一个是AP课程 之后呢是USACO一门计算机科学竞赛 之后呢是Data Science一个目前非常火的一个话题 最后是讨论一下如何build up孩子的 portfolios 那首先呢是AP课程 大家都知道AP课程在高中学习生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们不仅可以boost孩子的GPA 同时也可以到了大学可以wave掉一些课程的选修 那首先高中有两门计算机相关的AP课程 AP Computer Science Principle和AP Computer Science A 那简单的一些课程呢叫做AP Computer Science Principle 但是这门课呢并不容易拿五分 五分率大概是在13%左右 那平均分是在三分左右 那另一门课呢叫做AP Computer Science A 那这门课呢会相对的难一些 但五分率反而高一点 达到了25% 那均分在3.12%左右 那我们一会也会来讲一下为什么简单的课反而不容易拿高分 那第一门课就是AP Computer Science Principle 这门课呢是向学生介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广度 那包括计算机领域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知识 包括计算机网络数据的传输数据的存储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计算机组成原理 以及编程的一些基本概念等等等等 那需要理解和记忆大量的知识点 那这些内容呢可以让学生对于计算机科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那这一页slides呢是从College Board网站上获得的信息 包括这门课上课所讲的内容以及考试所占的分量 每年呢会有一点点的微调 那也可以看出来啊 其中最重的一块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所说的编程和算法 那在这门课中间呢 计算机语言没有要求 可以使用Python Java JavaScript甚至是Scratch 那这门课的最后考试呢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每年5月份的AP考试 两个小时一共70道选择题 其中单选题呢62题 那8题为多选题 总分70分 那另外一部分呢叫做Create Performance Task 那这一部分呢一般在第二学期刚开始 学生就可以开始动手准备 学生需要做出一个小的编程的Project 满足几个计算思维的考点 那最终呢提交程序 还要交一个视频来介绍这一个Project 然后呢会针对一些问题来进行回答 这一部分的考试占考试成绩的30% 那College Board上面呢会有一些案例分析 从满分5分到1分的案例都有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资源 同学们不妨去看一看 那1分2分的那些考试为什么会扣分 那总的来说呢这门课的难度不深 但是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另外最终的项目呢也是比较自由的 需要学生对考点非常的清楚 并且能够运用到自己的项目中去 所以这门课拿满分5分其实并不容易 那第二门课呢就是AP Computer Science A 那这一门课主要是编程 实际上是专门考察Java编程的知识点 包括Conditional Statement Iteration Array ArrayList 然后Class和这个Object Oriented的一些入门知识 那其中Condition和Iteration所占的比重是最重的 那相关知识包括了Array ArrayList 那总共的东西加起来呢 它的比重超过了50% 所以这是这门课的最重要的一块 那考试同样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40道选择题90分钟 另外一部分呢是4道简答题也是90分钟 那选择题呢主要考察学生对于编程基本概念的理解 那简答题呢主要考察学生用编程解答问题的能力 以及学生实际动手编码的能力 那需要注意的是啊 计算机这门课的考试 简答题的编写代码全部都是手写代码 需要同学在日常代码的练习中 代码的格式 然后能够遵循官网上代码示例的那些格式 便于阅卷老师来批改答案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高中都会去选修计算机课程 将来想学理工科的孩子呢 几乎都至少选修一门AP计算机课程 那现在尽早的准备起来 也会让孩子高中选择呢多一些 也会轻松一些